我们画后面的山石 先画条小细 颜色要非常淡 尽量用侧风 很多朋友画画喜欢一直用中风 只有合理的利用中风 侧风逆风等笔法 才能事半功倍 我们学国画 进步最快的就是看着老师做示范 模仿老师的拿笔方法 这一点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重视 虽然每个老师的笔法不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大家要仔细看我怎样画远处的小树 学会这一招 画远处的树就方便了 这些小树 要有大有小 有重有淡 淡折石加淡末 一支笔打天下 记住 这笔上的颜色是越用越淡 我们尽量用到极限再换颜色 后面是用了折石加了一点点花青 我多年的经验发现 让折石或者是花青变得无一点 不一定非得加淡末 也可以他们两个互相之间加 不要调的特别匀 随便一揉合 就画上去 有时候一笔会出两个颜色 也挺好看的 这样冷暖护绒 就会有一点灰灰的感觉 非常高级 滩水 画远山 我准备画一个花青的远山 画一个折石的远山 呼应前面的这两个颜色 点磨点 让它精神一下 好 我们这张画画完了 我们已经连续画了半个月的闪水了 要换一下胃口 下一节课 我画人物 对我们下个月的 нед红色 我们下个月的红色 在几乎 有什么 不 fácil的 收到